各位,昨晚柳夜和大家報告了 在美國法羅斯福利達公寓 其中一個塔塔倒嵐了 當時知道死了最少一個人 現在新消息出來 現在最少已經知道死了三個人 另外超過一百人現在暴失蹤 可能在這堆廢土裏面 昨天大家看到的影片也不太清楚 今天有更清晰的影片在這裏 大家現在看到 整座好像是沿著邊一齊倒下去 他們那邊相信已經正在搶救之中 但是到底最後的傷害人數多少 我們暫時還未知道 希望他們盡快可以搶救一些傷者出來